好今天呢我们来讲什么呢 我们来讲这个我们第26个词族的转圈的最后一节 这个简单了 这个比上节课要简单多了 简单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呢只牵扯到两个概念 不像刚才上节课 他个人刚才转啊 变啊 有变这个东西就很讨厌 我们在这里没有变 有啥东西呢 我们那叫什么呢 他叫第一叫原形 第二 长得像原形的东西 第二呢叫来来回回的动作 所以你别看这个词族这么大 他整个的意思 第一长得圆乎乎的东西 第二来来回回转圈圈的动作 就表示这两样东西 所以这节课相对简单 涉及单词呢 我们看啊 这一个circle 可能大家都有点熟啊 一想到能想到circle 还有一个call 你可能想不到是啥 这俩东西一共带出来多少个呢 这俩东西带出来40个单词 非常简单 好我们从第一个circ开始说啊 请看第一个circ 就是你心里想那个circle 圆圈 所以这个circ到了这里啊 转成curve 我们要理解它啊 叫ir写成了ur造成的后果 还有那么这个cyc 这个cycle怎么来呢 cycle是念错的circle circle 这是一个拼错 一个念错啊 叫cycle 还有一个最离谱的rank 这个rank 这个rank怎么来 跟上面长得一点都不像 怎么来呢 这个时候就要涉及到什么了呢 就要涉及到一个 它的这个鼓词根 SK12 这个SK12的这个鼻音画呀 这个鼻音画呀 就是这个n 就是这个n 就是skurr 它变成nn的声音的时候呢 它变成这个rank 当然了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前缀啊 这个circum 也是其中之一 也是其中之一 好我们先来看点单词吧 第一个我们说皇冠 crown crown的CRO 就是CUR 写翻过来 皇冠是个啥 就是头上的一个圈嘛 皇冠就是给谁加免 头上一个圈 做动词 给谁带皇冠 第二 这个叫crest 不知道大家这个收不收crest crest的指什么呢 第一啊 指这个鸟头上的这个罐 这个机关 机关呢 头上有一个圆形的东西 第二呢 指在这个山峰 这个山峰 山上面这个大家看啊 这个山顶啊 它像一个环状 走到最高点 然后再下降 是这个东西啊 crest crest 所以这俩啊 实际上是crown的另外一种写法 行啊 都是圆圈 它生活当中能观察到的圆圈环 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接着来往下看了 那crust的既然是山峰山 那么当他前面来这儿 把竟来一个hell的时候呢 叫山顶 山顶这个圈 加一个hell crest的时候 它就叫山顶 所以很多酒吧呀 这个饭店啊 这个名字啊 它叫hell crest的 其实是很酷的 就等于叫什么 叫巅峰 啊 叫巅峰 啊 叫巅峰 山顶 crest 啊 crest 好 我们来点真章的词啊 真章的词 第一个啊 叫circus circus一眼就能看到有circle圈圈在里边 circus什么东西呢 绕圈跑 绕圈跑到马戏团 啊 你想的马戏团 动物喜欢绕圈跑啊 马戏团 动物绕着中间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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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东间这个圆圈 使劲转 第二circuit 这是一个组合单词 这个circ表示圈 it表示走 它就叫走圈 顺着圈走 那么它在生活中什么呢 第一是物理上我们说的电路 第二是咱们这个赛车啊 这个赛道 那环形的赛道 也叫circuit 上海的赛车场 就叫上海这个circuit的吧 上海赛车场 11号线有这么样一站 还有就是来来回回的巡回的走 啊 也叫circuit 这看起来也很简单 我们来一个好玩的 终于 大家最熟悉的circle circle绕圈圈 终于出来了啊 这个绕圈圈 所以它什么含义 就是圆圈 第二呢 做动词叫环绕 绕着就绕圈走了 对吧 它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跟中文啊 能够完全搭对的地方 就叫人际圈子 在我的圈子里边 或者在什么什么界 比如business circle 啊 它叫商界啊 叫商界 在我们老师这个圈子里边 我们就会讲 在咱们老师这个圈子里边啊 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共享 叫teacher circle 啊 这个圈子跟中国人完全一样 交际圈 就是大家微信上用的朋友圈 也是这个意思的隐身含义啊 好 在我们下看下面一个 circle加上ate变成动词 叫按着圈来走 然后就按着圈来走 叫circulate 好 按着圈来走 有两种情况啊 第一个就是走圈 走圈 啥叫走圈啊 比如说我们的血液啊 在身体当中 circulate 循环 流通 第二只带人来来回回的绕圈走 啊 绕圈子从这走到这 从这一圈一圈的走 所以它生出来两层含义 第一个 循环 流传 第二个就叫来回走 啊 来回走 好 请看下面两个例句 啊 第一个叫 the news of her death 它的死讯 circulated quickly 它的死讯啊 一下子 非常快的就传开了 流传啊 开了啊 还有往下看 they circulate among their guests 他们在宾客之间来回走动 也有招待的意思啊 circulate 来回走 东西是循环 流传 人是来回走动 那么circulation 是它生出来的名词 I-O-N 这个不用多说 这个circulation 有上面的所有意思 循环那流传都有 但是小心 它有个特殊含 有这个circulation 只带的是某个报刊的发行量 也就是这个报纸 流传到了多少人手里边 这个叫circulation 这个叫circulation 发行量 发行量 好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是措字大合集 请大家看 你原来念的circle 被老外念成了什么样 请大家看啊 circle的这个circle 第一个C 变成了S I-R 变成了E-A-R 也念E-R 最后这个科 没念对 念成了CH 所以好好的circle 活活的念成了Search 啊 我的妈呀 啊 这格林定律 算了吧 好吧 大号错别字 Circle Circle 变Search 这个Search 啥意思啊 它就叫一圈一圈的 干什么事呢 叫反复的一圈一圈的 看或者找 所以Search啊 我们叫转圈圈的找 它后面一般跟Fore 就叫找 Find 叫搜寻 搜查 搜索 Search 这个Search啊 还有一个加强版 叫Research Research 明动两用 它的意思还是仔细 就这个加强这个Re 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了呢 起到这个仔细的找 就比那Search 还要再仔细 这个呢 我们就是有中国 中央汉语当中 致命一句话 跟它相对应了啊 叫什么 叫研究 仔细研究啊 仔仔细细的看啊 一遍一遍的看 做学问的人才会这样 所以Research 研究 它可以做动词 念Research 可以做名词 念Research 都叫研究 叫仔细仔细 一遍一遍 一圈一圈的看 那么Research 就是我们说的研究员 或者研究人员 咱们考试经常讲的 管他是谁来 反正就知道 等于科学家 科技工作者 好 下面一个 这个咱们原来讲 Circle的时候 咱们讲过啊 这个讲Circle 咱们讲过 叫Circumstance 讲过啊 Circle 圈圈 我们说过了啊 Stand就是站 你站的这个周遭 你所处的周遭的 这个东西 合在一起 Circumstance 就叫你的环境 情况啊 就是你站在你周围 所有东西合在一起 就你的情况 我们还特地讲到这个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原来最早 最地道用法 应该用印嘛 大家记得吧 就要在处于 因为你身处于 这种Circumstances 可是咱们中国人说啊 就在这种环境下 在这种情况下 没想到这个下啊 最后被咱们中国人带的啊 也用under 也是对的 还记这个吧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没事 回去就看Circle 行了啊 好 再往下看啊 这个Circle念错 念成的Circle 就是Circle Circle Circle念成了Circle Circle Circle 我的妈 还是圈 Circle就是Circle Circle第一层含义 你看跟Circle一样 圈圈圈圈圈圈圈 然后抽象含义叫什么 抽象含义叫周期 什么什么的周 也是一个圈嘛 抽象含义就是一个圈嘛 比如说 The Cycle Economic Booms And Slumps 那是什么呢 叫经济好坏的 循环的这样一个周期 Booms 迅速发展 Slumps 这个快速下跌 快速下跌 所以说的就是 还是Circle 还是圈 都是圈 这个Circle 用来指代圈 循环 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 这个Circle 可以是谁的简称呢 叫Bicycle的简称 所以以后 见到以后 别懵了 别懵了 以后 买了一个Circle 不是买了个圈 是买了个Bicycle 买了两个圈 自行车 说I'm going to 或者I'm cycling 不是我在转圈圈 是我在Riding my bike 我在骑自行车 他明动两用 因为Bicycle 在国外 还是相当受欢迎的 尤其绿色环保 所以Bicycle 说起来费劲 这个Circle 也可以取代 By两个Circle 两个圈 我们原来开玩笑 说过 那Tricycle 啥东西 三轮车 三个轮的车 骑起来 但是跟咱们的三轮 不一样 跟咱国内的三轮 不一样 咱国这三轮 不知道外国人 有没有 但是外国人的Tricycle 在他们观念当中 就是这种 小朋友骑的 后面带俩轮 这个叫Tricycle 这个叫Tricycle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了 管它了 好 在我们下个 下一个单词叫 Recycle Recycle Re表示再一次 cycle 叫转圈循环 比如这些东西 我们用完这纸 插完嘴 扔到这桶里边 扔到垃圾桶里边 然后重新 重新拿出来 到工厂里边 再给你造成纸 让你再用一遍 听起来有点恶心 这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不专业 Recycle 叫循环循环利用 也叫回收利用 所以你看到绿色环保 总有这个标志 叫转圈圈 叫Recycle 叫Recycle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材料上面写的 叫100% Recyclable 叫Recycle 叫什么呢 就叫可再生的 可循环利用的 绿色环保 循环 一圈一圈转 这个材料啊 一圈一圈一圈的转 好 再来一个啊 再来这个 好像我们也讲过 叫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I-N-E-N 就是I-N 就什么什么里边 Cyclo 就是缓 包含啊 这里叫缓绕 包含的意思 当然这个 这个古词员上 也讲到这个单词 说这个Cyclo 有可能是孩子所建立 他所需要的 知识圈 但是我认为 这个解释 太牵强 你就直接解释为 把孩子需要的东西 都包扩在里面 包罗万象 刚好这个 跟这个单词 对在一起 PED 我们说过 孩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小朋友 小孩子的词根 Pediatric 儿科 对吧 就把孩子需要的知识 全部包扩在里边 就是我们从小看的 百科全书 它的亲民版 就是十万个 为什么 Encyclopedia 好 再往下看 这个 这个 Circle啊 我们接着写啊 Circle写成 Curve的时候 它还是圈 环 环状的东西 Curve 就是弯曲 环状的叫 曲线 Curve 那么加一个 Curve 这个URE 它也是名词嘛 它表示一段曲线 一段曲线 我们有专门的名字啊 就是一段这样 弯曲的东西 我们把它叫 圆弧 Curve 好 还有 这上面讲的太专业了 都是几何上的东西 我们说人 我们用 Curve Curve 什么叫Curve 就是有Curve 当然这肯定说女人了 你放心啊 还有那种简写版 不知道大家能看见吧 这叫Curvy 所以人很Curvy 就是这个女生身材很好 对吧 身上到处都是Curve 都有曲线 男的不要有这东西 男的有这东西 好恶心 对吧 所以Curve 叫有曲线 曲线美的 身材好 Curve 这个词还是蛮 蛮那个的啊 好 我们转到重要单词 我们来看啊Curve 生出来一个单词 叫Curve Curve 真的是Curve 这是Curve 这个VB不分 我们就不用再说了啊 纯齿音不分 所以Curve 也是弯曲圆环的一段 或者圆圆的东西 第一 只在这个马路边 请大家看啊 这个路边叫Curve 用的不多 第二 马勒马的这个脖子上 这个绳子 看到没有 这一圈勒在马嘴上 也好 勒在马 你看勒在马嘴上啊 这一圈 叫勒马绳 用的也不多 用的多在哪里 就是它的抽象含义 它的抽象含义 叫抑制 勒马绳 把马一勒 把这事就抑制住了 咱考试考了挺多 回这个Curve 请大家记住啊 Curve 做动词 叫抑制 举个例子 加深印象 叫Curve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一定要抑制 抑制住这个疾病的spread 传播 Curve 勒紧马绳 抑制 今天难点到了啊 今天难点到了 我不知道教室里 现在有没有人啊 有人打个1 我还怕这张 人还听不到 这关键没路上就糟糕了啊 有人啊 好 我以为没人 我一个人在这讲 我也没问你们 好 今天重点终于到了 就是这个wreck 这个wreck 刚才跟你说啊 这个wreck啊 就是死歌的时候 读这个死歌 歌歌 所以这个 n我们大家不要再纠结 对吧 这个n你说 好好的这个r和这个k 都在里边吧 kurve sir kurve 都在里边 这个n就是鼻音话 咱们不管它了啊 你就记住rank 也是他一家一族的 这个rank是谁呀 这个是谁呀 这个是谁呀 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个叫verse 叫诗 大家还知道吧 叫诗啊 就是一行写完 转到下一行 一行下 转到下一行 谁记得打个1 刚好我以为教室里没人 刚才能再打个1 让你们 就是verse 上节课 一行写完了 转到下一行 打个1 还记得啊 记得就好啊 忘了也没关系 忘了看上节课 好 我们来看了 这里也是这个rank的意思 本来他做动词 就是从一层 转到另外一层 一回事 就是一转圈圈 转圈圈一层 转到另外一层 最后呢 他多数用来做名词 所以转到另一层的转到 这个意思就很弱了 他就变成层和集 就像你写诗的一行一行一样 所以这个rank叫层级别 所以他用的用的用的很多的啊 他一般用的名词用的最多 所以他第一叫级别 阶层地位 他的意思都是一层一层一层 包括我们的军衔排位 你排在第一 他排在第二 他排在第三 所以他的动词有意思叫排名 排名rank rank叫一层一行一行 自己脑补啊 一行一行又一行 这个rank不算啥 这个rank生出来的孩子叫range 这家伙才厉害 我们来看啊 他怎么来的叫科 歌不分啊 本来这个单词八成应该念ring歌 不对啊 叫range 这个range 就是rank这个级别的抽象含义 那就是抽象含义 你看到什么意思呢 第一系列 什么叫系列 你仔细想什么叫系列 比如咱们排队 上校排在第一列 上位排在第二列 咱们都是第二列的 咱们属于这个系列 所以他就是他的隐身含义 这个range 系列 第二 范围幅度 我特地给你找了这幅图 你看啊 比如说咱们二等兵住在二楼 对吧 这个像二楼呀 你看这个绿色的线 所以咱们从二楼到三楼住的都是二等兵 从三楼到四楼住的都是三等兵等等这样 所以他叫范围幅度 也叫一层一层又一层 就是级别啊 就是级别的隐身含义 还有生活中看到什么是一层一层又一层呢 山脉 请大家看啊 一层一层又一层 大家知道我们上一课讲这个路虎这个汽车啊 叫land robber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land robber一系列 这个robber都叫流浪汉出去瞎走的人 流浪没有家 开个车出去流浪 所以流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robber啊 这个路虎啊 里边最高级的车 就叫range 我猜啊 这个range意思就是山脉 流浪去了嘛 对不对 开着越野车 开到山里边就叫range 叫缆胜 翻译过来叫缆胜 为什么叫缆胜 在山顶 在山顶一缆重山小缆胜 我认为是这个意思 他翻译的很好 你看他其他的车叫discovery 发现探索 其实都是出去流浪的含义 好听到了吗 听到打个一啊 同志们听到打个一 大家下期可以再琢磨琢磨 你看他的车都是越野车啊 好 所以range做动词 就是从这一级别 跳到另外一级别range 好 那么arrange 大家背的加个AR 转了磁性 AR什么意思也没有 arrange意思就是 做好每一个rank 做好每一个级别 他就叫什么呢 他叫安排 说这事我给你安排好 注意安排的排是什么意思 就是排排座 比如这边来了100个领导 我得按照他的级别 给他arrange安排好 哇级别最高的 哇市长您做钱的 副市长您做后头 对吧 这个秘书长您做第三排 对吧 这叫安排 局长您做第四排 这叫安排安排排排座 所以arrange 叫安排布置筹划 把每一个rank都做好 arrangement 他的名词 好 难点过去了啊 今天的难点在于rank arrange arrange 这个看起来长得一点的 不像本族人的这几个家伙 好下我们来看啊 还是这个skir skir 你长得亲生的上是shrink 你看这俩长得多像 这俩长得才像骨刺跟skir啊 shrink是这样啊 本来我们织衣服啊 织袖子 袖子应该越织越长 越织越长越织越长 往前延伸才对嘛 越织越长 没想到这个衣服 好家伙往水里边一泡 好家伙shrink 转回来了 缩回来了 怎么越织越短了 转回来了呢 所以shrink 第一个叫缩水 那么抽象含义叫缩减 什么东西 规模缩减了 缩小了 还有说到人的时候 萎缩 我告诉你啊 特别好玩 这个shrink啊 这个衣服缩水 跟人的萎缩 它不是一个 就是古代人观察 它不是一个来源 来源是古代人观察 这个可爱的小动物 就是他哦 snail 蜗牛 一碰这个蜗牛 蜗牛头就缩回去了 就是它叫萎缩 shrink 是这么来的啊 是这么来的 反正都是缩 都是缩 好 下面我们来看啊 刚才讲了一堆 圆形的东西 比如说机关 山顶 山峰 层 皇冠 这里我们来讲 Cuel Cole & Cole Cole & Cole 他的祖先啊 是来自于KWE啊 他表示来回转的动作 所以今天我们说过了 第一 我们上面一个词组 主要是长得像 圆形的东西 第二叫来回转的动作 那所以这个叫来回转啊 他们的古词根 长成这样叫KWE啊 所以生出来了 第一个孩子 你一看就认识 来回转动的东西 叫Wheel 车上的车轮 或者方向盘 都要来回转 都要来回转 我们来说点正经转的啊 好 你可能不能够理解的 Cuel生出来的COL 这个COL 怎么跟转动有关系 你背过的color 他明明是我的领子啊 比如white color 白领 blue color 蓝领 蓝领 不管什么领 这个衣领啊 就是你转头的地方 转头不是脖子吗 脖子不是领子一弄就看不见了嘛 你的头好像在衣领子上来回转 第二 人叫衣领 那么狗啊 这些猫啊 带在脖子上叫项圈啊 叫color 好 第二重要单词终于出来了 叫COLTIVATE COLTIVATE 你总能发现什么是重要单词 动词是重要单词 所以你背单词记住啊 动词一般我们的一级根词啊 都是动词 所以动词很重要 动词表达抽象含义 以及重要含义啊 好 COLTIVATE 表示动词 COLTIVATE就是指古代农民在地里边来回的盲 所以COLTIVATE就叫耕种 就是种地嘛 来回从田间地头 从这边到这边插秤也好 翻图也好 对吧 从这边 所以他原来就等于什么 FARM 耕种 种地 所以生出来的含义叫培养 这个非常简单吧 就是养东西嘛 COLTIVATE 培养 建立 耕种 这个能理解吧 能理解我们先打个1 让我看一下 看往好这边 半天没问你们 能理解吧 COLTIVATE种地 就种东西 种出来 GROVE FARM 能看见打个1 能听见打个1 同志们 好了 好嘞 好 那我们来看了啊 那么COLTIVATE 就是耕种 培养 养东西啊 就种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比较讨厌单词 叫CULTURE CULTURE 你有没有想过 它就是CULTIVATE的 名词形式 这里的URE 我们学 原来学过URE 有一个抽象含义 叫什么 叫法术 所以这个CULTURE 古代叫养殖法 这古代可是秘方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古代养什么东西 就像现在一样 你要个配方 养鱼养王吧 什么的 你要个配方 还很难呢 所以这个CULTURE 你要知道 它最基本的含义 叫养殖方法 所以当你看到 以下这些单词 你不要蒙啊 叫养殖法 看好了啊 看好看好 给这个CULTURE 养殖法 养殖前面配上 不同的词根 比如配上 ACRE TO DEA 在土地里边 养东西 就叫农业 配上AP 叫密封 APICULTURE 就是养枫叶 AV是鸟 AVCULTURE 养鸟 MAR表示海 MARICULTURE 表示在海里边养东西 水产养殖 看到了吗 这些单词 跟你原来背的文化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最早来自 CULTURE的 种东西 养东西 看见大一 看见大一 同志们 过去我说要讲 今天终于讲到了 今天终于讲到了 好了 我们来说 CULTURE 叫种植养殖 那么我们来看了 那他抽象 还从哪来啊 就我们有一个老话 叫一方水土 养成了一方人 你所养成的 风土人情 就叫CULTURE 我们这个地球 有不同不样的 不同的 各种各样的 风土人情 过来等于CULTURE 我们现在说的叫 文化 文明 或者叫风俗 这是风土人情啊 所以CULTURE 它叫文化的 是这么来的 它的古语 最早的含义 就叫养 养殖 好 咱们再来看了啊 CULTURE的 刚才我们叫养 养东西 对吧 或者种东西 那么养人 人叫什么呢 叫CULTURE 这里的CUL 请大家看 叫CULTURE 比如说 我自己地方 不够用了 对吧 我把我 我把我的人民 放到人家 其他地方的大陆上 去养 这个就叫 殖民CULTURE 殖民 就是我们到 其他地方去活呗 占别人的地方呗 叫殖民 殖民地 对吧 抽象含义 叫生物群体 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CULTURE 这里养人 所以CULTURE 就叫殖民的 或者殖民主义 它等于就是把我们的老百姓 咱们的国家 放到人家那儿去养 用人家的资源 对吧 所以殖民主义 过去很老的词了吧 现在叫 现在都是新殖民主义 不把人放过去 把钱放过去 投资啊 叫COLONIALISM 叫殖民主义 现在叫新殖民主义 所以CULONIST IST专家 叫殖民者 或者殖民地的这个居民 那好了啊 好 它的意思 也叫精心的种植培养 什么意思呢 CULT做名词 叫精心培养出来的团体 它不是大锅饭 不是像我们从小接受这种 九年义无知教育 长大的人 它不是 它是有人精心在额外的培养你 这叫洗脑 大家看到了没有 所以这样养出来的东西啊 不是养出来的东西 养出来的人啊 或者团体啊 一般都是贬义 所以它的意思叫什么 叫邪教 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咱们要接受 咱们的九年义无知教育 大家学的东西都一样 哎 有些人他从小接受东西就不一样 所以它叫邪教 叫义教 那么义教徒啊 总有一个特点叫啥 它叫崇拜起来不要命 他不是普通的崇拜 你信个上帝 信个佛 差不多就得了 那么义教徒有个特点 叫狂热崇拜 所以CULT也有这个含义 CULT也有这个含义 当然还有 他用起来说的很酷的时候啊 就是 这个这个Fashion 这个跟别的不太一样 这个CULT只带时尚的事 是有点那种另类的 酷酷的 或者有点那种年轻人 狂热的这种时尚 所以它这么来的 从义教徒 到狂热崇拜 到了这种很酷的这种 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尚 叫CULT 好了啊 好 说完毕啊 说完毕 今天我们的单词 说到这里 40个单词 我们花了25分钟 把它搞定 今天难词不多 主要意思绕着两个 第一个 长成环形圆圈弯曲的东西 第二来回走动 第二来回走动的动作 请大家及时复习 我的这个 这个无字天书 传上去了 配合思维导图 我已经接到同学的这个微信了 说思维导图比无字天书好用 那好 那你就用好 我们你今天只要听完课 今天一定要复习 好不好 好 我们就到这啊 这节课到这 下课 好 好